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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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他呀 提他干什么 何顿 我找你很久了 我就叶佳辉 跟你想的一样 希望你的幸运 我学精神医学是被他聊一次次 做个七岁的年 不要 我妈丢下的字幕 不不不 这次还你要出现过 我为什么总是感觉 在我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他七岁那年 他妈妈抛弃了他 妈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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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救命 我来 你找你 然后她她出现了 他我们又不下来 你自己在哪里 我拨打什么 可贝 我去想掩饭 你自己在说 我试试 你自己他出现了 他很大 是厉害 他小 这背后肯定还隐藏了更大的阴谋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面了 谁给你的 给我住口 傅唐就是姬教授一直在暗中 保护和研究的那个病人F 这个人是谁 你最近经常去疗养院找的就是他对不对 很巧的是 他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您自己有个孩子吗 儿子 他只有七岁啊 他的严妇把我送去了精神病院 妈妈 妈妈 我们两个人 就再也没见过我们了 我的天哪 完全懵了 这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而且你确定他们说的 是一个故事 我确定 因为他们提到了同一个人 我奶奶这两年身体不太好 我现在在她的养老院做医疗顾问 方便照顾她一些 佳辉是我一手带搭的 其实我跟余奶奶 没有学院关系 余奶奶 就是我们见过的那个 自从那天以后余奶奶 就把佳辉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了 那那个男人呢 那个男人又是谁 叶佳辉的说法里 似乎没有提到过那个男人 这是我非常疑惑的一点 如果把两种故事拼起来 我想真伤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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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她的养父把我送去了精神病院 养父 养父 没错 佳辉的养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 也就是说她的妈妈没有抛弃小叶佳辉 而是被这个养父强行带到精神病院的 嗯 可是叶佳辉 她为什么会那么憨恨她呢 这个人是谁呢 是姬教授吗 不可能 我相信教授 所以傅堂嘴里佳辉的养父肯定不是教授 应该是练有器人 太神秘了 难怪我当时怎么查也查不到她的家庭背景 她到底是谁 佳辉为什么要隐瞒她的身份呢